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君哥 欢迎来到君哥不想聊外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 为什么我今天穿这一套衣服 然后穿的这么休息 来录视频 但肯定不是要讲这个主题啦 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无论如何你们都是要听完 不然你们就快转吧 这一套衣服是他们云南会馆 他们这边自己设计出来的一套衣服 因为今天329是他们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云南运动会 今年在美斯勒 这个地方很多都很推荐去 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我也没去过 我就真的也很想去 所以我过几天也会去看他们的冠亚军赛 今天去可能人太多了 会没有地方住 我干脆去看就是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 然后那时候人也会慢慢的就是 比赛输的人可能会先离开了嘛 那我到那个时候在上山去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 然后这个是他们那一村的就是丙隆 丙隆是边龙的云南话 那云南人其实在泰国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族群的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人家想说 现在的华侨会讲中文又会讲泰文的一群人就对了 然后以前的国民党过来之后留在泰国跟在台湾的嘛 就是以前的国民党员跟现在的后代他们就会去打比赛 然后办的一些活动等等之类的 反正就是有兴趣自己去看历史 然后有兴趣追踪我去那边看了什么样的比赛的人呢 请追踪我的小红书跟追踪我的IG 我会发在文献中或是一些文章上面 要记得要记得追起来 追起来追起来追起来 好我来讲重点了 好我们回到主题喔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 我在网路上面搜到一篇文章 他写的真的是特别好 为什么我要特别把这篇文章拿出来 我那时候在找就是东北路的EA的参数调整 有没有更好的去看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无意间找到了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他是写繁体字 应该是台湾人啦应该是我觉得 然后他写的很好那种就是 完全跟我理念不谋而合 其实很多EA设计出来呢 他并不是说我就是只能挂在这个货币上面 虽然我们会讲说 你这套挂在什么东西合适 挂在哪一个货币合适 或是很多开发者写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你挂在哪一个比较会赚钱 哪一个风险比较低 或是你要怎么调整比较好 但是你要知道一套EA设计出来 会拿出来挂 会更拿出来卖 肯定是有他的价值所在 只是目前可能不符合行情 所以他挂上去的时候亏钱 但是可能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会赚钱 或者是你换到其他的货币上面去的时候 可能他就赚钱了 因为他就是只是一个逻辑嘛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市面上的老师 他的同一套策略他交了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他都用同一套策略 不管他有没有交或是很多交易者 他用几十年他只是没有交你 但是他这个策略就一直赚钱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这个逻辑就是会赚钱 就是他可能现在可能欧元用这个策略不赚钱了 那他就换去黄金嘛 或是他在贵金属上面不赚钱了货币也不赚钱 那我可能选择交叉货币是会比较会赚钱 也是一样的嘛 甚至有先把类似的逻辑拿去做商品也赚钱了 就像之前有人跟我说他用了我交的那个MACD的策略 他拿去做齐权去做选择权 结果赚钱了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讲他就是一个逻辑而已 你不要觉得说老师都在乱教 老师教的方法都不赚钱 老师教他一定是会赚钱的 不然他不可能教你这么久 那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发现他的逻辑所在 所以你都一直在用在你一直觉得会赚钱的商品上面 所以切记哦 一套城市设计出来不可能是垃圾 既然他都拿出来卖了 那你就要去找到他的逻辑 用在他适合的一个产品上面 这篇文章真的写得很好 我们在电脑上面看 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 为什么写的特别好的原因是什么 他分析的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就往电脑那边看吧 北路的EA 然后发现了这一篇文章 然后大家可以往下看一下 他这边就有写说他在选品上面怎么做了就是研究嘛 然后这边讲说他是趋势型的马丁 你喜欢抗单啊 然后找一些符会 有用过这一套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你用完的心得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用他们 就是设定好那些参数来做使用的 然后他们这边就在做分析 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从这边拿来的文章 还是自己去做解读的 因为我没有查过这一个 因为我发现下面蛮多都是用他的图 来做介绍的 然后这边就去讲一些内容 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有个缺点就是广告真的是有够多 然后这边去分析他们的一些图表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有去做他们的商品的研究 然后用其他的图表去做分析 你们自己往下看 有没有就是用澳大利亚跟加拿大跟纽西安 这三个去做分析 他们这边就发现他有一些什么共同性啊 一些内容反正自己去看我不一个一个读 这边就有讲到说 他们从这几年 这几个货币里面 15年走势做比较 然后就会发现说他的趋势 几乎比较相同比较稳定就对了 然后再做一个假设 然后这边就有用一些图 然后就把一些红色字是重点 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当天走势 这些内容自己去看或是自己暂停 做完之后他们就有讲说 为什么他是选择几个货币 是因为他把近十年的走势进行的对比 然后走势很相信 所以波动也不会太大 符合在合理的范围内来回波动 马丁不就是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来回波动 就会一直赚钱吗 这边就有在讲说他在2018年 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这里 所有的EA量化都躲不过黑天鹅事件 包括这个也是 因为你可以在看其他的一些评论 也很常讲到说 这一套EA在哪一年的时候保藏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无非是在任何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去减少黑天鹅 对行情的一些冲击 所以很多人没有做好EA的量化 他会认为是EA的框架错 就很多人觉得这套根本就不会赚钱 或者说这一套就是会怎么样子 然后继续在想说到底是哪里写错 或是一直去修正一直去油画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点 就是选品上面的错误 我讲过了 这一套策略他设计出来一定是会赚钱的 那只是现在可能目前不符合行情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选其他 来把这一套放在上面 他可能就符合行情啦 那所有的EA量化都躲不过黑天的事件吗 正常的嘛 除非你就是如果你是做那一种指标型的 刚好行情对了你赚了一波 但是你也知道他在盘整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扫到损 任何的都是讲不可能有那种圣杯的EA 因为我常听到人家跟我要说 我要那种就是会获利 然后风险又低的 那谁不想要 拜托如果你有的话给我一下好吗 我也去跟你买 但是这是很难的 很多时候就是你还是需要有本身的一些基本知识 或是基本尝试再去使用 或是你要了解那一套EA的逻辑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才可以在任何的行情里面去选择 或是选对你要使用的那个商品才是最好的 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真的是写得很好 我不晓得他是从别人那儿抠来的 还是自己写的 但是就是这个好文章分享给大家 然后后面讲说他又可以做对冲 他去选对冲商品的话 可以就是减少一些风险 还可以去增加收益 那如果你在选品上面选错的话 那肯定不会赚钱 如果你选对又懂逻辑的话 那这时候表现还是会一样好的 不管哪一套EA都是这样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有兴趣的人请到资讯囊 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大家可以把它看完 然后我跟你讲 XM的广告真的超多的 他自己的广告我已经打差非常多 他还是很多的广告 好啦 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 或是喜欢这一篇文章的朋友呢 请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